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超鬼王最后一天的特攻是神 锦娜罗和G 大家用着感觉怎么样呢 别忘记今天SP空向灭灵器也是特攻 套娃队也是很大的加强了哟 那今天我遇到了一个六星的虚左之男 于是拿上了特攻的空向灭灵器 加上特攻的G 两个特攻一起上阵 用普通追击直接一波吃掉了六星的虚左之男 而且还剩下了13秒的时间 这波普通追击杀六星 回复50疲劳值 可以说是疲劳表倒转 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 是怎么样操作用普通追击一波带走的 首先开局我们先标记天剑任性鬼切 天剑任性鬼切这个锁条影响很大 如果被他锁到了10灵或者空向灭灵器 就很难一波击杀了 还好比较给面子 这里锁到的是G 这个没有影响 在开局标记了天剑任性鬼切以后 我方的技能分别是 空气锁定妖术三 10灵锁定妖术三 灰叶姬锁定妖术二 地势天锁定妖术三 G选择自动妖术 比丘尼选择预知 接下来在小鬼切剩余大概1%血的时候 就要转标记转给大鬼切 这样才能保证空气的一线木效果不会断打 如果这个伤害累积断掉 又需要从头开始叠了 G在这个阶段还是自动妖术 先暂时不用锁定 等到大鬼切的血量也到1%左右的时候 继续转标记 把一线木的效果放给虚左之南 同时在这个时候G也可以操作一下技能 变为锁定妖术三 这样一方面在有G灵的时候 可以打出更高的大招伤害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断掉G的结界 防止产生新的G灵 这样每个人行动的时候 虚左就不会卡顿一下受伤害 毕竟现在是要争分夺秒 打出更多套娃伤害的时间 不过这一步的操作 其实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不去操作也没关系的 最核心的还是开局天剑任性鬼切 不要把石灵或者空气给锁条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那最后再来介绍一下 玉魂的配置 空向灭灵器用的是 速度海约火域满爆机 石灵用的是一念火 尽量堆高攻击 第十天用的是万宫的招财 灰叶机用的是招财的爆伤 速度在150左右 最后是G140的速度 镇木兽鬼灵戈机 选择尽量高攻击 做的是一个接近万宫的面板 好了那么今天超鬼王还在继续 我今天的斜战次数已经打了77次了 三倍飘直快爆炸 那也祝大家今天可以刷到更多的五星六星鬼王 把积分给打上去吧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